欢迎来到我的创业课,你好,我是老罗,罗永浩 今天我和你继续分享整个课程体系内的第一大板块 也就是如何选择企业的方向和战略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选择创业项目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基本常识 选择创业有这么三个基本常识 第一要判断你要的是规模还是利润 第二要看增长和时机 第三要洞察人性的特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是要弄清楚你进入的行业总体规模有多大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大程度上这影响了你最终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小公司 还是成功的中等公司 还是成功的一个大公司 举个例子 中国房地产的行业规模一年差不多是十万亿左右 汽车呢能到六七万亿或者七八万亿 大概这个样子 手机呢差不多是一个一万亿 这些都是大的不能再大的行业了 整个一年的规模是这个样子 手机行业一年是一万亿 年销量的手机差不多是五亿部左右 五亿几千万去年 所以呢这时候你再看另外一个项目 就是说做空气净化器 空气净化器呢 去年整个国家年销量是六七百万台 做手机呢 年销量是五亿部 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假设 其他所有的条件都一样 原则上肯定是要选更大的行业去做 因为这决定了你同样 比如说三年五年十年的投入之后 换来的是十分的回报 还是五分的回报 还是一分的回报 这个是由产业规模决定的 是吧 另外呢 同样是一个行业 选择哪个价位段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取决于你要的是规模还是利润 是吧 比如说人人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中档和低档的 这些产品的企业 通常呢 规模要比做高档 甚至是奢侈品的这些企业要大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 比如说丰田汽车公司 大家都知道丰田不是豪华车品牌 是吧 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的市值呢 比我们熟悉的宝马和奔驰加起来还要大得多 而且最斜的是你可能很难相信 除了这个市值和总收入之外 丰田即使是单看利润 都比宝马加奔驰还要多得多 这是规模效应带来的 是吧 所以呢 如果你选择一个行业 你要看做哪个价位段 这取决于你最终 短期也好 中期也好 长期也好 你要的是规模还是利润 是吧 如果你要的是规模 最终靠规模实现更好的利润 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呢 那你肯定要做中档和低档的这些产品 是吧 如果你要做的是急着 一开始启动 很快就希望有利润 那你做利润的话呢 就要牺牲规模 所以这个你要自己想清楚 是吧 还有就是要弄清楚 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机 这个时候进入这个行业 它是一个高速增长期 还是一个一般性的增长期 还是一个基本不增长了 严重的时候甚至是 开始往下坡走了 西洋产业了 一般说来 选这个的就比较少了 是吧 通常就是增长 还是高速增长 那么 你去判断这个 再基于这个来决定 加入这个行业 或者说选不选这个项目 这个也是一样 他决定了你同样的投入 换来的是十分回报 还是五分回报 还是一分回报 甚至是没有回报 一般说来 对产品本身自信的团队呢 通常会犯这个错 他们会通常不在乎时机 如果产品足够好 但实际的情况是 如果产品足够好 选错了时机 就算死不了 也会累个半死 而如果产品做的还是那样 时机特别好的话 你一分投入 就两分回报 甚至十分回报 所以进入一个行业的时机 始终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 当我们选项目的时候 要洞察人性的一些特征 要看数据 同时你也要自己的判断力 据此来判断一个产品的需求 存在不存在 强不强 是痛点需求 还是养点需求 还是不存在的需求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不用看统计数据 也大概应该猜到 比如健康是个好生意 但预防性的健康 就是个烂生意 比如什么叫预防性的健康 就是健康手环啊 健身房啊这些 希望你提前胃雨绸缪 把身体弄好的 再比如说低热量的食品 吃了很多 然后呢热量吸收的并不多 都是健康的 如果这些 事先预防性的健康措施管用的话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胖子了 我相信我在这点上还是有发言权的 那健康生意什么是好生意呢 事后补救的健康生意就是好生意 比如说我们健康出了问题之后 看病 住院打针 吃药 花多少钱都舍得花 因为已经出事了嘛 所以呢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预防性的 提前让你健康起来的 健身房啊 健康手环啊 低热量食品呢 这些整体上相对于 补救性的 事后出了事 身体变糟糕了 以后的那个生意来讲 全是烂生意 所以如果你做健康生意的话 如果其他条件差不多 一定要选后健康 不要选前健康 前健康就是提前让你健康的 这些都不是好生意 出了事以后补救的才是好生意 好 这是要讲的就是说 洞察人性的特征 据此判断产品的需求 比如玩就是好生意 学习就不是好生意 那你看中国的某一个互联网公司 做了那么多年学习类的应用 当年做软件的时候 做了那么多学习类的应用 赚到的全是零花钱 非常辛苦 最后改上了网游的末班车 才得以在香港上市 所以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公司 他就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上市以后我们吃饭 他就说教训惨痛啊 下辈子再也不想碰教育了 只有黄赌毒才是好生意 因为游戏在游戏行业里 开玩笑被人为是黄赌毒嘛 上瘾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你要选择你的项目的时候 要判断哪些是好生意 哪些是坏生意 除了看数据 看调研 数据肯定是要看的 但有的时候呢 你要判断就是说 有一些是新流行起来的品类 它可能只有一家在做 你作为第二家冲进去 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这东西究竟是不是好东西呢 有可能它在媒体 引起了一轮关注和热潮 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判断 是吧 因为这时候还没有数据呢 所以你要自己有一个判断 要不要去做这种东西 但是判断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洞察人性 基于这个来做 这个它有多大需求的 这么一个判断 是吧 以上是选择创业项目时的 三个基本常识 下面再说一个注意事项 下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说 不要因为你做了十多年某一个行业 出来创业就要选那个行业 比如说你做了十几年手机 你现在从原来公司准备出来创业了 就选择做手机 这非常不好是吧 除非你选择手机的时候 手机刚好符合上述的那几点 比如说手机市场是一个南海 手机在增长 或者呢 我能在手机里像 比如说美图手机一样 开辟出一个新的手机品类出来 大家都知道在美图手机之前 专门的美颜手机是没有的是吧 那么美图呢 在手机里切出了一个 开辟了一个新的品类 这个品类就叫美颜手机 是吧 它做了一个专门的这个东西 而且做的非常好 导致呢 虽然不能像走大众路线的手机那样 卖的量特别大 但是每一台卖的利润 利润是非常非常好的是吧 而且对那个群体来讲 对需要它的群体来讲呢 也根本不觉得贵 因为市面上没有供给 只有它一家 有什么可选的 同时它又是一个偏小众的需求 因此也不会有人去给它竞争 所以没有什么意外呢 它会很多年在这上都会稳稳当当挣钱 也许做不了特别大 但是会稳稳当当赚钱 是吧 就这样 所以如果你说你做了十多年手机 出来创业就要选择做手机 那应该正确的逻辑是 除非手机符合刚才说过的几点 比如它是蓝海 它是在高速增长 或者你能在这个领域里 做出个新品类等等 否则你就不应该做手机 有些创业者说 我在手机行业里做了十多年 别的我也不会啊 这个想法是很不好的 是吧 因为如果你所处的那个行业 现在不适合创业 没什么机会 那就不做嘛 如果就因为你在那儿 有过去十几年的经验 因此选择了去做那个赖行业 那就非常糟糕的是吧 所以现在它本身不适合创业 没什么机会 有可能对你是好事 正好让你没有包袱 包袱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做了十多年手机 你出来一想 脑子里总是带着手机去想嘛 所以呢 如果现在手机行业 特别不适合创业 根本没有机会 或者几乎没有机会 那反倒对你是好事 这样的话 你就不想手机了嘛 你这时候毫无报复的 去从其他项目里去选 这时候选中了一个 特别有机会的好项目去创业 而不是去你有经验 但处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都不利的这么一个领域去创业 要比这个好的多 是吧 如果你下了决心创业 倒是不用太考虑 你懂不懂 机会特别好的 这个项目方面的一些 什么具体技术啊 这些东西不需要 因为如果这个项目本身好 商业逻辑上 模式上好的话呢 你可以找合伙人 你如果已经融到了钱 可以找这个领域的专家来一起做 所以你不是说 一定要在某一个行业 做了十多年 就要做它了 是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创业课的内容 欢迎你写下听完之后的感想和留言